公會嘛 這樣 所以這四季卡 把它丟掉的嘛 丟掉到一個董事會 董事會理論上董事會是你找資源來給學校用的 根據一個他的理想 既然你請來的人你 你還不信任他 你有絕對的權利啊 你為什麼還要訂什麼考核辦法 你還要用就是要用 不要用就不要用 那你為什麼還要考核辦法就是你對自己沒有自信啊 還是要用考核辦法來逃避的責任啊 董事會自己沒有自信的 沒有自信 當事會自己沒有自信 剛才那個副院長你說那個四季卡 就是校友會、工會 校友會議 就是校長帶領的校友會議 校友會議 還有主管的代表 就是教師會 裡面我們有成立教師會 那個我成立的 我創會理事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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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來是工會嘛 要來考核會嘛 所以這四季卡很重要 是四季卡很重要 所以應該四季卡來考核董事會 這四季卡應該去評估那個董事會 因為這四季卡比較有可能去做利他主義 不去考慮自己的 這四季卡可以利益迴避 校友絕對利益迴避的嘛 校友裡面的組織就是要 校友不可以去包什麼 故意便宜的工程 不可以去賠優了 什麼 那些人應該都不可以做 在校友會裡面 校友會裡面的 校友會裡面的這個倫理所責 外甩都不能去包學校的工程 你要包學校的工程 你持掉那個理見識會 理見識的資格 當時是要包學校的工程 反正你都不能做當時就好 你做生理 對嘛 對 本來就這樣 校友不應該變成你做生理的 對啦 你就要利益迴避 這個利益自己要迴避掉 所以那個組織倫理 組織倫理 很重要 要有這個利益回饋社會 組織倫理所責就是倫理所責 倫理所責的標準 它會比法律還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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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要求更高 因為高要本來就是一個理想化 對不對 就要這樣 創會 創會 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教書會 這是全國的 醫學大學裡面 有教書會 我是教書會理事長 創會理事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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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